欢迎商听从前从前 欢迎来到 Once Upon a Time 我是童话阿姨 小朋友有没有答应了爸爸妈妈 可是又没有做到的事情呢 这样没有遵守约定 不可以哦 今天童话阿姨就要来找一个公主不遵守约定的故事 在故事的最后 童话阿姨还会教大家一句实用的英文句子 现在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青蛙王子的故事吧 从前从前在一个城堡里住着一位娇贵的公主 公主被照顾得很好 有穿不完的新衣服 玩不完的新玩具 还有很多华丽的珠宝 在所有东西里面 公主最爱的是一颗金色的球 公主最喜欢把球丢到空中 看着太阳照着金球闪闪发光的样子 有一天 公主又带着她最爱的金球到森林里玩耍 结果当公主把金球抛到空中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没有接到金球 金球就滚滚滚滚到旁边的池塘里了 公主好难过 她最爱的金球掉到水里捡不到了 她开始在池塘边哭了起来 我的金球 我的金球不见了 这时公主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公主公主 你不要哭了 我可以帮你捡回你的金球哦 公主停下来